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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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是来求男朋友复合的 是吧 是的 分手有多久了 过年的时候分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分的时候可有些日子了 这中间有联系吗 我是特别多 主要是他不爱搭理我 因为当时我是在家里面学车 然后白天练车晚上还要去做兼职 所以说比较累 这肯定都是借口 怎么可能累到连消息都不回一条 人家要跟你都分手了 回啥消息啊 也不是故意要跟他分手的 不是后来后悔了吗 你后悔了啊 对啊 找他复合 因为当时感觉他是蛮认真的 然后我也就 两个人都在气头上面也就答应了 明白 其实心里还有点舍不得对吧 有一点 要不然今天不可能来嘛 对对对 说说你们在恋爱期间分手之前 主要都是哪些疙瘩吗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大学刚毕业 说要去上海去找我 我感觉呢 上海生活压力比较大 我就不想让他去 但是他这个人呢 特别的任性 他连通知都没通知我 就自己就跑过去了 他去上海是吧 对 为了找你啊 对对 那不应该挺开心的吗 因为上海两个人嘛 压力比较大 我工资也没有多高 他去上海是让你咬活吗 我没有说非要他养我啊 对 我求我去上海 一方面肯定是为了他嘛 不想谈异地恋啊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想去更大的城市发展 去了之后吧 没想到他真的就不管我 把我一个人扔在亲里 扔了几天 一气之下嘛 我就跑北京去了 去北京干嘛 找工作呀 因为当时我看他这么任性 然后我也特别的着急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 然后说要不你来上海吧 我们一起去奋斗 然后又找了一间房 然后在一起 他找工作 然后我上我的班 去了北京 你又把他叫回上海了 对对 因为他一个人 一个小女孩在外面 我也不放心 跟他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他特别的自我 有一次呢 本来说都已经约好的 说要去看电影 突然间他就给我来个电话 他说他有个重要的客户 要陪客户 电影票都已经买好了 我都已经走到电影院门口 就等他了 然后接这个电话呢 我特别的委屈 然后电影票一扔 然后我也就回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也不说 在那里玩手机打游戏 我没想到他背后内心戏这么多 这个内心戏多 对 当时他都表示理解了 去见重要的客户嘛 对吧 当时他是理解的 对啊 这是找后帐是吧 对啊 而且回来之后 就不知道他怎么了 当时都说好的 没想到他那么矫情 还要我哄是吧 行 来 今天把内心戏全都说了 反正我就觉得吧 他就是不在乎 因为他从家里面 领养了一只猫 然后呢 他跟这个猫老是拍照干嘛的 然后当时就有点吃醋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不跟我照相 老是跟那个猫照相 心里面特别不是个滋味 哦 这个内心戏说过吗 他说过吧 说过 你为啥不跟人合影 发朋友圈呢 那他朋友圈也没发我呀 哦 在这儿 你的内心戏可够丰富的 那你们俩这一说 就拍个合影 发了各自的朋友圈里 不就完了吗 他有的时候呢 他还欺骗我 欺骗啊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了 说说说 有一次公司本来说 安排我去出差的 我说我要出差了 你在家里面准备干嘛 他就说他在家里面 准备陪猫 因为特殊的情况嘛 出差就没促成 然后我就特别的着急 我觉得他一个人在家里面 也比较无聊 我就赶紧回来 当时我一回来一看 家里面没人 当时他问我的时候 确实是带路猫 当后来就是朋友打电话给我 让我出去玩嘛 我就去蹦迪了 我感觉他不应该欺骗我 我没骗他呀 当时就想说 反正他出差去了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他每次 这没什么多的事啊 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他都问东问西很烦啊 就反正他出差了又不知道 因为我在乎他 我才会去管他 我感觉他就没有 以前那么在乎我 我怎么不在乎你啊 就去年吧 他说国庆的时候 拿五千块钱 带我好好出去玩一下 我还挺开心的 然后放假了嘛 他一点表示都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10月1号嘛 人也比较多 我心想他还不如 待在家里边 再说了 我也带他去苏州 去玩了两天 也花了一千多块钱 对吧 在外面又累 还不如待在家里面 打打游戏 然后可以做饭吃干嘛的 应该省点钱 省点钱之后呢 我也可以省点家庭 然后去娶她干嘛呢 你这会儿倒是想着 还想着娶我呢 这是那个时候想 现在想不想 我们不知道 这是回忆 去旅游那省的钱 能省几个钱 而且那个上海周边吧 我早就玩腻了 他就带我去玩的时候 也没好好玩 就一直玩手机什么的 然后回来之后 就打游戏和兄弟喝酒 所以以后 回来在家里也没什么事 然后我就准备想 跟同事商量商量 怎么把业绩给他做起来 然后我没想到 他一点点不理解 反正就是还有觉得吧 我们俩之间 感觉越来越不合适了 内心们也一直在徘徊 然后呢 有一次呢 我就到楼下面 看着他 从一个男的车上面下来 所以因为我就懵了 我当时 都跟他解释过了 那是正好和客户去吃饭 然后客户送我回来的 但是我当时问他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当时说 这个男的家里边有房有车 很喜欢他 想追求他 然后当时反正听了 心里面受的刺激特别大 受啥刺激啊 因为居然我感觉 我只是个备胎而已 我那时候也跟他解释过了 我就是故意想刺激刺激他的 因为我觉得他 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嘛 我就想让他更加珍惜我一点 对吧 就这样让他有点危机感嘛 对我好一点 不然我不就被别人抢走了嘛 我这样的条件 啥样都找不到是吧 我觉得 你心里确实这么想吧 确实吧 好 行 但是我也确实没嫌弃他 不然一开始 也不会和他在一起啊 好 我觉得吧一个 稍微有点自尊心的男人 都受不了这种刺激 就是因为这个刺激 所以分得手吗 差不多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分的呢 就是那个过年前嘛 还好好的 嗯 就突然过年回家了嘛 我本来挺开心的 想跟家里人说他的事情嘛 就觉得说 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了 现在感情挺稳定的 结果他突然不让我 跟家里人说 还要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他告诉你说 要重新考虑一下 是吧 因为当时我们也之前 也一直吵架威了 一些小事在吵 然后我心里面 那个时候也就特别的矛盾 但是他那时候吧 也什么都不说 啊 就一直保持沉默 我问他吧 他都不回消息 嗯 当然我心里也肯定也慌嘛 哪个女生受得了 男生冷暴力对吧 嗯 所以我就一气之下就说 那我们就分手吧 哦 结果他这个时候 他到秒回了 说好 因为当时我也感觉 反正他自己也是认真的 嗯 然后我就直接就答应他了 那你这分手到底是真分还是假分啊 真分 哦 男生想好了要分嘛 啊 后来呢 那我本身也放不下他嘛 我后悔了嘛 就一直找他复合 但是他又不理我 然后我想说等到过完年吧 那肯定要从老家回上海的 嗯 结果我回上海租的房子嘛 发现他已经提到把行李拿走了 哦 也没跟我说一声 当时其实挺失望的 因为当时 过年前明明都好好的 对吧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因为当时就是说 驾校那边让我赶紧回去考试 然后我就回去了 本来是心想的回去之后再跟他说 然后我就一直忙 没来得及告诉他 没想到他脾气这么大 然后我也就没跟他说 哦 你不是等于在你们共同住的地方 把行李搬走了吗 对 是吧 对 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分手 因为我也一直在犹豫在徘徊 好 我们两个之间到底感情合不合适 我问问啊 那你现在有没有新的女朋友啊 现在没有 但是他过年都回家相亲了 这 因为相亲这个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然后父母突然间就给我安排 咋知道的呀 就是 消息挺灵通啊 就是他半年前吧 把我拉进了一个 他和他兄弟的群里 然后我也没说过话 但是他也没想到说我还在群里 他就在他兄弟的群里 发了一张照片说 你们觉得这个女孩怎么样 啥意思啊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在群里面 只是说让朋友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发了 所以说就让朋友看一下 看啥啊 就说到底跟我合不合适 是 所以你那个时候已经把他 不当女朋友看了 是吧 也不是 也在一起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可能多多少 还是有点徘徊 犹豫 是 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嘛 也差不多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他比我小七岁 我觉得我现在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 而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我需要找一个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 可以请见此家的那个人 不是 那人家也不愿意跟你为了结婚而结婚啊 因为我觉得吧 现在年龄到了嘛 这个还有年龄的呢 对啊 三十了 父母也比较着急 就是你要结婚是吧 对 但是他不是结婚对象是吧 那我感觉吧 姑娘你迟迟不肯放手 到底是不甘心的 还是还喜欢的什么 或者爱的什么 我肯定还是喜欢他 而且他也说了喜欢我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两个人相互喜欢 就不能好好地在一起啊 你愿意跟他结婚吗 现在 现在 估计可能再谈个半年一年的 可能会接受吧 现在确实还 特别是他现在还出了这些事情 你愿意跟他结婚以后 按照他的想法 过他想要的日子吗 不是完全愿意吧 要看什么事情吧 那还叫什么劲呢 不能每次都是我妥协 总归是两个人 他也要软一点 我也要软一点 这样才能在一起 人家现在不就让你全面妥协吗 达不到要求不就分手吗 我理解的对吗 也算是吧 反正两个人要互相尊重 既然是互相尊重 为什么他只对我有要求啊 互相尊重是说说的嘛 对你有要求是真实的嘛 行吧 对女生现在还放不下这段感情是吧 是啊 你现在是处在犹豫 还是其实已经定性了 我现在是在犹豫在徘徊 一个是还想挽回 一个说哎呀我还在犹豫和徘徊 老师们帮着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你今天反反复复一直在说就是 我比他大他比我小 所以我们两个一直不合适 这是好像你一直在说的话 可是我想告诉你 从心理年龄来讲 你们两个一模一样 都是两个不会好好说话的小孩子 你们两个在一起以后 绝对不会当哑巴一样 然后不说话 你们两个在一起 一定是要用话来表达 我关心你也好 我有不满意也好 我希望你怎么对待我也好 通通是要通过嘴巴 说话来告诉给对方 可是从今天开场到现在 从你们谈恋爱到现在 你们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 而且你们两个永远是类心系 类心系就是我心里边 希望你要达到我的要求 可是你达不到 因为我有一个幻想当中的男朋友 我也有一个幻想当中的女朋友 你们永远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我就通过不好听的话 伤害你 通过这种伤害你的方式 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的不符合 我的标准 可是这种伤害的方式 是爱人的方式吗 你越是这样伤害人 越会让他要远离你 所以最后会导致 你这边冲动地说要分手 你这边偷偷摸摸跑去相亲 我倒觉得你们两个 如果真的能够共同 拿一到两年时间 重新认真的 好好说话的方式谈恋爱 也许你们还能够走得下去 但如果你们接下来要恋爱 还是这种以伤害别人的方式 去共同地谈恋爱的话 那不如就早点放弃 而且男生我还要告诉给你一点 未来无论你跟哪个女生 在一起生活 你心里边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想法 你也需要通过 用好好说话的方式 告诉给别人 否则的话 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爱情 也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尊重 好 谢谢周老师 来陆齐老师 所谓代沟啊 很多人说三年一代沟 多少年代沟 其实代沟没有那么可怕 它不是对于事物的认知 而是看你们在不在一个生活的阶段上面 你的生活阶段 还是我自己开心就好的时候 它不一样 它的整个心态已经 我要被将来打好基础 将来我的日子应该怎么样 也没错 但是不要带着不甘去爱 不要带着欲望去爱 你以前是带着欲望去爱 你以前是带着不甘去爱 我觉得是 认清楚现在 当下我想要的东西 就好像你说 半年一年我能结婚 我不认为一年你能结婚 真的 问问自己 你一年后你真能结婚吗 结婚半年之后 让你生小孩 你愿意吗 愿意啊 因为她也是那种实在的人 我也不是完全不能为了她 做一些什么东西 她也从来没有真的好好跟我讲过 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我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还挺开心 嗯 真的挺稳定的 也没什么大矛盾 姑娘你的直接和率真 也说明了你一个问题 就是幼稚 你到底真的想过结婚是意味着什么 想过嫌妻良母意味着什么 想过有了孩子意味着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是凑合着过嘛 还在打打 问一下自己的父母 问一下身边已经结了婚 生了小孩的朋友同事 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考虑自己 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其实有两点想跟男生说的 第一点你刚才一直强调 为了结婚而结婚 你既然那么头头是道去分析生活 你应该知道 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 持续不了太久 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到一起 时间长了就是牢笼和枷锁 你们到时候再生个孩子 又没有爱 更痛苦 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不管在哪个年龄我们结婚 核心都是爱 没有爱之称的婚姻 一定是会带来痛苦和纠结的 所以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未结婚而结婚 第二个 你跟他好了快一年的时间 觉得不合适要分手 没问题 可以 但是你要体体面面的分手 你要给人姑娘一个完完全全的交代 你不能这边还说我犹豫徘徊 没有想清楚 那边又跑去相亲 跟哥们说你看这姑娘合不合适 这叫不账 如果真决定分手了 明明白白说清楚我们不合适 我可能没有那么爱你 你如果说感恩这一年的陪伴 你也其实心里还是有感情的 那么就让姑娘去找一个真正爱她 她也爱的人 祝福她有一段好的姻缘 而不是这么不清不楚的 还犹豫徘徊 那你才是耽误了她 好不好 希望你们各自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把自己的相亲对象 像广而告知发榜一样 被她发在自己的兄弟群里面 让大家平头论足说 你看这个女人怎么样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尊重 有些男人说我要找一个贤妻良母 是因为她需要一个贤妻良母 就会发生有些男人 明明家里有一个贤妻 内心还不能满足 还要到外面找一个生动火辣的女子 所以我在想 如果她对婚姻是这么功利的一个需求的话 只要把你娶进了家门 她就会把你放在那 一个很显然的 如果你真的需要找一个贤妻良母的女人 在你该结婚的年龄 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明明知道她不是 你为什么还找她 你为什么还找她 还不到她 她有一个珍妻 在我家里面 也不得了 她不得了 她就会找一个人 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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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会找一个小型 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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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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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请关门 我们看看这两位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来 你有话就说没话可以回去 我没想到 他真的这么觉得 这个对你来说是个好事啊 对吧 他把态度给你表达得太明确 就是曾经爱过你 现在我不再爱了 我们好好的分手吧 有的人说不清楚 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期待不了 时间会让你忘记一切了 你还会爱上一个人 下次再爱的时候 就像这次一样 投入去爱 但是学会感受对方 别老在自己的想法里吧 我给你个建议 我也不是一个这么任性幼稚的想法 我觉得我还是 同龄人中算比较成熟的 我以为我们两个 其实这跟你是否成熟 你是好是坏 你是任性还是宽容 都没有关系 它只跟一件事有关 我不愿意再跟你走下去了 明白了 它 它 它一定会后悔的 谢谢 请回吧 你说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没敢接 你知道吗 你就是说 它一定会后悔的 这跟后不后悔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爱情不是一种报复 不是一种比赛 谁高谁低 活好自己 别人后不后悔 其实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活出你的精彩 当这人离开你生命的时候 你何必在意 它是后悔还是别的呢 学会和自己和解吧 HG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下载经营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记 有网友提问说 女朋友说我什么都好 就是对她太过于关心了 有时候呢 我就是想问她 想不想吃东西 她总说我太关心了 这话把我吓到了 我怕她以后不理我了 不要我了 有这个可能吗 我相信你吓到她的 不是你对她太好了 而是目前你的世界里 只有她 没有任何的东西 这种感觉会让她窒息的 祝你好运吧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 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